你說我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香港人越來越重視自己的殼 男的就說自己不夠大隻不夠高 女的就說自己很肥 腳也不夠長 沒錯,愛美是人天生的 你肥就減肥吧 你不夠長? 幫你不夠 有些人天生很急修 就算不懂肥膩 只是喝水 都像喝了三奶一樣全面發育 有些人就相反 就算一天吃十餐 都瘦過浪三架 就以我作例子 我是一隻優勢股 我的脂肪笨子常常有賺沒有蝕 不過我最重要是懂得做運動 不準的 但相信不少人都有朋友 就算常常吃 玩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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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浸都不肥 接著最近有新聞說 原來肥人瘦人天生體質有差異 肥人有肥菌 瘦人有瘦菌 所以肥仔難肥 不是 肥仔難瘦 瘦仔難肥 太好了 那我就可以不做運動 也可以減肥 什麼時候有 專家指研究的下一步 是搞清楚肥菌和瘦菌分別是哪些細菌 NO 另外不少人認為外型好看 就有自信 那怎樣才叫好看呢 很多主流的時裝雜誌就說 這些才叫好看 這些才叫Fashion 但是來來去去都是競手的無得意 說這些才是所謂的時裝感 令到很多人以為瘦就是味 還做了門徒 不單只吃了兩餐 還要限制每一餐吃多少卡路里 吃多一點就要生要死 最後沒有草會被瘦到 不過是瘦到像外星生物一樣 難怪香港有人看到UFO 原來外星生物是真的 大家一味覺得自己身形 怎樣壞 怎樣不夠好 但大家有沒有試過去接受自己呢 難道怎樣 自殺 我要自殺 不可能 其實每個人一出生就與別不同 就算是雙胞胎一樣樣 當然會有高、有矮、有肥、有瘦 如果太重視自己的外表 好樣的就會驕傲自大 目中無人 不好樣的就會過分沒有自信 每樣都怯 怯 你就輸了一輩子 跟自己說 我一定好看 再見 起床啦 是不是悶到睡著了呢 不要緊 看到臨走前帶走你的隨身物品 等等 你是不是還沒訂閱呢 不是 真的覺得好看的 就按一下手指 最近我都會開我的個人FB page 按個like才就 最後不是share給朋友 跟朋友一起打約 得了